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你得出结论是母公司只有4000万的存货 然后1.4亿的固定资产 然后6.5亿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但你看下合并报表 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 那说明母公司基本上是一个很稳定投资困顾 公司建议了一些业务 ok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看那个六位表了 首先先看合并报表 六位表 那看一下毛利 还有毛利的话是13年是25.3 14年是28.6 但都不是特别高 对 就是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这两年来看 那接下来看一下核心利润的话 核心利润的话增加了9个亿 那这个主要是得益于我收入有所增加 ok 那再有接下来的话 我要看一下当时说的三费 三个费用 那三个费用的话 我销售费用增加12亿 然后管理费用增加了5个亿 但他财务费用注意一下 他财务费用是负的 说明这些应该是 就是利息啊 这些收入 那所以 而且公司那个营业收入是比较少的 基本上不靠偏门盈利 所以我们看了一下他三费的话 跟他的收入增长相比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增长 所以 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那所以我们就来算一下他的那个度包分析的几个关键指标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海尔的那个ROE 还是还不错的 是在百分之二三到百分之二十八 然后但是他的净利润率很低 他的净利润率很低 然后只有百分之 呃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左右 资产周转率的话 呃一般吧 然后是在百分之在呃一倍左右 财务杠杆的话相对还也不算太高 但是是比较正常的值 在二到三之间 然后他总资产的回报率也不高 然后基本上是在百分之九左右 好 是我们对海尔的一个理解 那我们看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对母公司的理解 你们发现母公司一三年的毛利居然明显高于子公 呃居然明显高于子公司 那有可能是什么呢 是可能哎我母公司我就去卖的产品 就是高附加值的产品 我子公司跟我经营业务不一样 还有另外一种的话 哦哦 sorry这里写错了 这里应该是低价买卖 我可能子公司 比如说我跟母公司 假设有些往来的话 比如说买卖的话 我可能 我可能会就是比较低的价格 去向母公司去输送一个利润 有可能这样存在 OK 好 那另外就是再来看一下母公司 母公司的那个三费三个费用 那因为海尔他实行的是子公司 自主渠道广告和研发费用 所以我看一下他都有三费的话 其实呃都不多 他整个母公司的销售费用 还不到一个亿 然后另外你要去看一下 母公司利润表里面投资收益 占到了营业利润的83% 更加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直接进行猜测 就是海尔他的母公司 其实主要是一个持股平台 OK 然后接下来看流量表的话 其实呃这里就快 是否正常 呃对海尔来说的话 他的现金回收还是不错的 因为你是看一下 他一页收入和他收到的现金流比的话 收限率基本上是在90%到100% 所以公司的客户渠道和产品都是比较稳定的 你能收 然后他的收限率很好 OK好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合并流量表 呃那个现金流量表里面的这个部分是呃 公司每年的那个新增的固定资产呃固定资产的话 一般来说呃去比一下他这里还是比较稳定 他一般新增的话是加上远固定资产的20%左右 然后同时他去处置固定资产的金融呢呃不是特别高 顺便这公司的话就是他的那个技术设备还是保持的不错 OK好 那最后再看一下筹资 那筹资的话基本上这公司的话是属于有借有还 他会去发大额的股利出去 然后但是呢他会有钱进来 他会通过呃就借借款也好 债券也好 去融资 但是他也会去还股利或者是还债 所以他属于一个有借也还 OK 所以基本上这样一个情况 呃然后我同学问几点结束 马上就很快就结束了 OK好 那所以就是分析啊 分析完海尔财报你的结论 其实是这公司 他的财务风险其实较低 他已经成熟了 他上下游的关系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他产品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是比较一般的 然后他的母公司是一个控股公司 以投资为主 然后投资效率还是不错的 然后子公司的经营和融资能力是比较强 一般来说可以通过多种渠道 向母公司去输送利润和信心流 然后他有个问题 为什么母子 为什么子公司的毛利会有点低呢 呃这个的话 呃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海尔是 呃海尔是通过借壳 应该叫中建中建吧 在香港实现了海尔电器的上市 然后但是海尔来说 他整个集团里面每个实体的股东成分不一样的 有的是上市公司的公众股东 然后有的是员工持股会 呃有的是那个高管 有的是国有利益 所以他应该是在各个集团之间的利润做一定安排 去保证自己高管和那个就是呃员工的 就所持有的那部分实体的利润相对较高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呃对 因为今天的话就是内容确实比较多 然后这里其实核心还是想大家去走一遍怎么分析就好 然后上面具体的行业的分析 其实我们会在下节 呃我们再会在下节课也会去讲 就是关于呃海尔格利这些就是制造业的公司 这里主要是大家去复习走完整个流程 然后这里是分析这个公司战略的一个handbook 呃其实规则来说一个公司能去采取的策略 本质上不论它的表象是什么 本质上来说也就是成本领先和差异化 那这个一定会反映在他的毛利上 因为呃如果是成本领先的话 意味着我这公司要销 我要产的特别多 我要销的特别多 我要去降低我的成本 对不对 然后如果是差异化的话 那么我这个公司我现在做了差异化了 我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小而美的市场 我可以卖高下 所以我的呃就是销售价格可能往上走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一个呃是这样子一个 就是公司战略和财务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去分析任何一家公司可以去思考一下 他到底走的是成本领先战略还是差异化战略 呃可能也会有同学说 哎我怎么看这公司怎么采取的是什么横向一体化战略 什么纵向一体化战略 对不对 如果是比如说纵向一体化战略的话 就是我把我的上游收了 把我的下游收了 其实他本质上是想的是 我们所有的这个产链上的几家公司合成一家 那我是不是采购成本低了 我是不是销售成本低了 我们去做一些整合把我们成本降下来 所以他本质上还是体现的是一个成本领先的战略 我我的目的是降低我的成本 那差异化战略的话 比如说我去做一个横向拓展 哎比如说我是我这个公司我呃稍等一下 我想比如说当初联想去收购摩托 摩托罗拉他本质上想的是一定程度上是我获得一个好的品牌 呃就是好的品牌 然后那种呃想法是摩托罗拉相对还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平台 品牌手机品牌对不对 跟联想比那我搭上这个高端的品牌 我能不能卖的价格高一点 比如说像sinkpad就联想当时卖sinkpad 其实也是一样 ok 所以这样的也即使这样的收购 它本质上还是差异化战略的一个部分 ok好 那我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简单就是很快过 以那个apple和dell的例子做一个说明 哦 这里是分别招了他们两家公司的一个那个 应该是年报里面关注战略的说明 大家看一下apple里面在他business strategy 上面说的是 他没有去提及cost efficiency 他说的都是什么 他就说的是我这些公司我的business strategy leverage 呃就是我是依靠的是我的独特的去研发和设计的能力 对不对 然后那所以他提到我会做什么呢 我为了保持这种能力 我要持续的在我的研发 r&d和市场和广告上投入大量的钱 ok 那戴尔的例子完全不一样了 大家都知道戴尔做的是那个原来是号称零库存 然后就大规模生产制造 那他做什么 他说是我们要进一步去把我们自己的那个产品线 什么的去做的更加 呃毛利更高 对不对 那毛利更高他做的是怎么做的 他用的是cost efficiency 然后他说我们会进一步去压缩我们的运营成本 然后去呃去减换我们结构怎么样 去进一步去提高我们的那个毛利 所以他但是他就没有在自己的那个business strategy这一部分去提到r&d和innovation ok 好 这是他们两家公司的战略说明 那对啊呃对你来说 自然而然可以想到我们两家公司的产物表现是什么样子 好呃可以看到在比较早期的时候 苹果的销售额是远远比不上戴尔的 然后苹果后来是因为他有了iPhone这个新的品类 所以就是后来就像 但在早期来说 他们非常符合我们对就是差异化战略和成本领先战略两家公司的印象 成本领先公司的战略一定要生产很多产品 他一定要大规模的生产 大规模的去卖 所以他收入很高 但是他的毛利相对很低 他的毛利大概是在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之间 但Apple就不一样了 Apple他的毛利一般来说是在百分之三十以上 是蛮高的一个毛利 今年来的话是更加攀升到百分之四十 R&D就是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其实就是产品研发 研发费用在中国 好吧 嗯 然后OK 这非常符合我们对于这两家公司战略和他们的收入和毛利的体现 很符合我们想象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基产周转率 现在战略的目标是那个成本领先 但我肯定是想的是 哎 我这个公司我要就是我我我建了这条生产线 我把阿伯的那二十四小时全天跟我工作 我资产周转的越快 我卖产品越的就是卖的越快更好 对不对 那所以可以看到一般来说 就是在早期的话 战略的资产周转率是苹果的两倍 当近年来的话战略也逐渐下降了 因为他的收入增长应该是停滞了 或说很缓慢 但是基本上来说还是比苹果要高 OK 好 那再接下来看一下他们研发费用和销售的增长 呃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 哦 不好意思 这里应该是 哦对 OK 没有问题 OK 刚刚其实看到那张图就是说我们的销售收入增长 柱状图 然后再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研发费用比上我们的revenue是怎样的 苹果非常高 相对来说 相对戴尔戴尔基本上不到2% 但苹果一般是在5%到8%之间 但近年呢 也在下降 因为他近年他们的iPhone这个产品进入了成熟期 他也研发上之处没有那么大了 但是但是我产品依然卖的很好 对 所以当然要这样一个情况 好了 呃 所以就是上面就是我们简单过这些情况 然后呃 就是有同学问就差异化的战略的公司是不是更容易实现暴力 嗯 我觉得是这样子 一个公司实现暴力并不一定是因为他差异化 差异化也有做的不好的 一个公司差异化的公司更容易实现高利润 很有可能是这样子 这个差异化的公司 他锁定的可能是一个大市场里的细分市场 在这个细分市场里面跟我竞争的人没有那么多 我竞争者少了 我就替代品少了 那是那我肯定我对客户的溢价能力强了 定价全强 我毛利竟然高 所以我我我跟上理解差异化并不是导致那个这个公司就这公司暴力的原因 而是差异化很有可能意味着你在一个小儿媚的市场 没有太多人跟你竞争 你可能是一家独大 所以你的毛利会非常好看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 然后会呃 然后很多学问研发降低的公司会不会走下坡路 研发降低的话 就是像苹果的这种情况的话 其实是他能先 他现在的收入增长是一直在享受之前研发的红利 我之前研发的投入 给我带来很好的一个回报 但是如果他研发费用没有持续增长 会说他研发费用没有形成很好的成果的话 那么因为这是公司的话 他未来表现最实是堪忧的 苹果一直没有找找到一个新的收入来源 iPhone给他贡献的收入比例应该是90%还多少分 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iPhone应该是贡献90%利润吧 好像 所以这是他未来增长的 就是前景堪忧的一个方面 也是因为他也是他之前股价下挫的一个原因 OK 然后还有就是prc 我没有太看懂这个同学写prc是什么 所以我不太清楚 对 niche market OK 所以这是我对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四课 我做了一个从前的回顾 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这里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我们下周应该会上关于TMT行业的一个考虑 然后那这里的话就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想一个问题 虽然我们在第四课有去讲但是建议大家去想一想对于TMT公司 我能否拿他的财务报表跟传统公司比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说TMT公司可能毛利会在60%以上 我有见过一家公司就是他是做软件系统的 在新三榜上市他的毛利达到了90% 非常惊人 那我那我应该我能否去把他们的报表比如毛利这个项目就跟传统公司比 如果不能的话我应该对传统的分析方案做几些调整 比如说我TMT公司我的毛利计算就应该是我的爷爷说我减成本吗 还是说我应该把我的研发费用也减伤 这样可能会更合理 对不对 然后那第二个是对以流量为核心的TMT公司 我能不能去拆除一个对应的杜邦分析模型 对杜邦分析模型的本质上一方面考虑是我运转的效率 一方面考虑的是我当个产品卖我能赚多少钱 那对TMT公司来说我不以资产为核心 我是以流量为核心 那我能否以流量为基础去拆除一个杜邦分析模型 好这是我对就是给大家希望大家去思考两个问题好 然后希望就是下次课程的话大家能去探讨这个问题 好那就是最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就是课程的 但是没有什么问题 ok 对是这样子 微博是拆过一次的 但是微博那次拆的话 是基于微博的过例 我们把那个revenue拆成了price成为我的成为我的那个product 但是那个是基于微博case by case去拆的 就是基于它个体去拆的 我们在想就是大家可以想想能否形成一个更有更经验性的 可以广而就是就是比较广泛适用的对这种普遍性的这种依靠流量的TMT公司都可以用的一个模型 他可以想一想 ok 还有 对 还有同学问就是母公司和只能是一个公司吗 还可以定义一群公司为母公司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肯定会有层级关系吧 对不对 比如说在那个母公司和 比如说在韩国这个公司一共有三个层级 第二个层级的公司是第三个层级的公司的母公司 然后第一个层级的母公司是第二个层级的母公司对吧 所以他们相互之间是这样子一个关系 但是一般来说如果是以上是公司来说的话 如果上市公司是母公司的话 就是就以它为核心去控制那些企业 哦 然后就是还有同学问财务杠稿如何去计算比率 全域成数的话 这个我们之前有说公式 我记得财务杠稿的话基本上就是我的那个应该是我的总负债比上我的所有者权一吧 我记得应该是这样子一个比例 对 网盘的话我们之前邮件有发过 大家可以再去查一下邮箱 OK 好的 然后还有同学问LVMH收购Dior 哦 因为我没有太关注这个 我没有太关注这个 所以我不太确定 但基本上的话 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行业嘛对不对 然后所以你去收购Dior的话 嗯 那基本上是基于我的管理层有很好的运营经验 我可以去帮你提升你的运营管理水平 就要去提升你的利润 然后我的销售 或者说我的市场这些宣传的渠道资源都可以去供用 然后我们生产的话 呃 比如说我们都可以就是去整合一家 就是比如说意大利的皮剧产货总装去帮我生产 呃 基本上就这些逻辑吧 嗯 两张的情况 OK 呃 OK 然后就是小学同学说 就是上课先请试讲 其实我们上课间跟导师过过这个内容啊 但是导师就是因为比较就习惯就是 就是讲话的时候不英文 所以可能跳的有点快 呃 所以就是 但是他的讲义写的是非常清楚的 大家看 再看一下讲义就能理解 而且今天讲的就是前一半部分是从FDD的角度出发 所以可能跟大家日常理解的会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完全是从工作实物的一个角度出发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 OK 然后呃 这个阿盖多学说是明天讲 我我们有发邮件 这周就这一节课 这周就这一节课 然后呃 然后我们应该是下周会讲隔离的案例 对 但是下周讲的话应该主要是 把格力海尔这几家同行业的企业去做一个对比 呃 然后另外就是LVMH收购迪奥 如果他们是相互控股的话 那么应该是换股合并 应该是换股合并 就是应该互相持有股份换股合并 是这样一个情况 对 OK 呃对 financial due diligence FDD 因为就是呃 是这样子 如果去验合这个公司的财务信息是否是真的 一般来说是审计做的 但是你当你去做收购的时候 或者做投资的时候 你要对他做一轮FDD 去看他财务报表揭示了一些风险 以及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没有去揭示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 OK 对 呃一般的呃 due diligence 禁止调查的话 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财务禁止调查 一类是商业禁止调查 还有一类是法 呃就是那个法律的禁止调查 OK 那就是呃 财务禁止调查 一般去看这个公司的财务报表 他财务信息 他有没有什么没有揭示的风险 商务禁止调查是看一下这公司 他产品是不是像他说的卖的那么好 他商业模式是否是合理的 有没有市场 法务的禁止调查的话 主要是看这公司 他股权结构资产控制这些是否是亲戚合理的 嗯 OK 呃 对 市总 我是 我是人大会计的本科毕业 对 然后之后是在英国读了master 也是写的是accounting and finance 好了 所以呢 我们今天的课程应该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然后讲义里面有typo的话 我可能看一下 我可能 我快的话 我今天晚上会更改慢点的话 会明天 然后 然后我们下周的课程的话 因为导师的时间的话 就是 呃 目前在念下周课程的话 应该是两节 一节是讲 呃 传统制造也 制造也 可能一起 一节是讲tmt 呃 但是我们要再去 询一下导师的时间 然后所以会在下周初 可能下周二三的时候 给大家发邮件通知 OK 对 对的 对的 我应该可以看一下 我们邮件是应该有通知的 就这一节课 对 呃 然后如果大家不清楚的话 我会让我们就是 呃 负责那个通知的同事 会在明天再跟大家通知一遍 OK 然后 呃 Viana同学问了SCA和CPA的区别吗 呃 这个因为我自己没有考过SCA 所以我 所以我没有那么清楚 但是说白了 在中国最大的区别就是 能否有签字权 能否有签字权 然后比如说像四大来说 以我了解 夺勤的审计的话 应该是只给CPA 有bonus 有补助 SCA的话 在咨询部门好像会有 对 所以 所以就是 呃 然后另一方面 从我个人理解的话 SCA它更多偏向的是一种管理性的会计 它的分析啊 各方面更偏向的管理性 呃 CPA的话 哎 呃 感觉还是一个考试吧 去应付 去应付那个中处协的 然后考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职业了 对 所以如果是 你出于是对自己职业发展有帮助的目的去考的话 我建议可以去考CPA 因为这个在国内真的是还是最硬的通货了 对 OK 呃 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呃 那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课程的话就到这里结束 也是非常感谢大家时间啊 我们今天讲了快两个小时 然后也希望 刚好能帮大家去理清楚 和做一个分析的思路 然后 呃 我们后面去讲 后面几节课的话 应该是三节课吧 都是去讲具体行业的一个分析案例 然后因为导师都是有过对应行业的审计 或者说是财务分析的经验啊 所以会有一些行业的insight出来 然后大家可以去期待 嗯 好的 然后 哦 对 呃 我最后再答两个问题 就是 呃 蓝预同学问FDD BDD LDD 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做的 甚至不是同一个机构来做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 假设 呃 假设 啊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那个 呃 华平资本去投了摩拜 对不对 摩拜 摩拜就收了腾讯 还有好多家的投资 那么一般来说会有三方 去对他进行进调 一方面可能是四大 或者说其他会计师 其中一家对他进行财务尽调 然后可能是像九千咨询或者博达克咨询这种精品的咨询公司去帮他做商业的尽调 然后可能是比如说海问或者军合或者方达 就是呃 其中一家律所律所望是其中哪一家帮他们做的那个投资协议 帮他去做那个法律的尽调 所以一般是三个的机构来做不一样的 嗯 然后呃 他们问了就是在麦肯尽那边就是做战略资讯也是基于财务的吗 嗯 我觉得是这样子 他们并不是基于财务 而是 而是最后你都要去告诉你的客户我做了这样一个战略 我大概要花多少钱 我做上呃 然后我要消耗多少资本 然后对应的产出 比如说能把我的收入或做利润提升多少 因为本质上这个公司都要对股东负责了嘛 股东想知道你请麦肯尽做了这个战略 这个战略做起来之后对公司有什么帮助 所以我理解他们有的项目最后也会做这样一个测算 呃 比如说我知道 我记得呃 之前有人跟我讲过 就是一个朋友他们做麦肯尽项目 是帮河北政府河北省政府去做一个公业员区的规划 那做这个规划的时候 比如说你看我是引进 比如说像呃 富士康这种还是引进别的企业 这些不同的战略选择最后都会导致这个这个呃 这个产呃产业员他的GDP产生的GDP不同税收不同 所以其实也是经济效益不同 所以我理解所有的战略一定最后会落了财务表现上做评估 下班我没有办法对你的战略做评估 对 OK 还有就是汤姆斯同学问了一个问题 内控和审计 OK 我们就请Yuga老师来答吧 因为这个Yuga老师 内控和审计的话 其实内控是我们审计的一部分 但是我每年年审的时候 大概会在10月11月 我们会先去做一些 就是内控制的一些测试 会就是 那我们叫做是DIOE 就是去测它的内控设计是否有效 然后运营是否有效 然后它的Operation是否是有效的 设计是否完整运营是否有效 然后同时还会去做穿行 然后这一部分的测试的话 大概是会在10月预审的时候做完 然后在年审的时候 大家基本上就会去做一些实质性的程序了 那就会去做实质性的 所以就预审来做内控 也主要是也主要是为了减轻年年审的工作量 OK OK 那问题比较多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突然间的结束 那还是再次感谢大家的时间 然后也感谢Yoga老师 OK 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结束 然后导师可以点一下下课了 ris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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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子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